我不知道就是我们有了冰箱贴这个名字 大家跟粉丝互动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的 上五月份 特别小 正好是快接近这个母亲节 我妈妈呢 就是在家里 跟那个狗玩就摔了一跤 手呢就折了 就做手术嘛 然后我就赶回去看她去医院 碰那个粉丝特别小 就是在医院等于 是我呢回去之后看妈妈 然后我出来之后 结果被认出来了 你是白兔的冰箱 黄岩是吧 然后求和影 求和影呢那肯定拍了之后 然后呢我第二次 第三天吧又去看妈 然后我妈说 哎呀这个你这个这个故事 对我特别好 我说都干什么了 她说那个啊 每天陪她下去 因为她要打那个 一个吊瓶给点滴 对 她不好拿不好拿嘛 然后就陪她去下面 然后送到下面呢 还要给她洗水果 哎呦 对 还洗水果 爱屋及乌 爱屋及乌 乐乐你的地位不保了乐乐 是哪个 爱屋及乌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她还行 五天就出院了 五天就出院了 然后我特意 我妈妈给她写了一封感谢信 对对对 你知道就是因为粉丝对我们的爱 呃让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也受到这个疼 还是很好的故事 韦涛有什么故事吗 我今天差点迟到 哦怎么呢 我住这五分钟 我提前一个小时出门 签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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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迟到我 哎呦 没有看完小看完 是那个就是有一次我不小心 就透露我要来录冰箱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 也在北京机场来等我 哦 然后那他们不知道我是几点航班 但是就从那天一直等 其实那天我是最后一 一个哎呦 但最后一个出来的时候 还有两三个人在那里 啊 就感觉特别温暖 对叔叔呢 嗯啊 我还好 但是我觉得 我在这里应该跟乐乐说成抱歉 我的粉丝 呃有点就是很很喜欢我 但是他们会去因为节目上吧 我和乐乐难免会相爱相杀 他们都会去到 谁跟你杀 谁跟你杀 我不遗憾 去到乐乐的乐乐的微博里面会 恶语相加 就是说乐乐不要欺负 没有 没有没有 是一个很团结的 对对 然后乐乐 乐乐他有话要说 乐乐有话要说的 其实哈 其实他的那些粉丝对我呢 我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我要是看到我第一眼 我也会非常不喜欢我自己 啊 越看呢 就越好看 越看呢就越喜欢看我 没有 我一开始就很喜欢 对对啊就有的 你这么这么会说话呀 难怪这么红 我以后得给你学一下 我跟他其实节目上是这种对立的 但我们私底下 其实也不是很好 哈哈哈哈 没有啊 私底下没有联系 啊 有联系过吗 我们俩没有微信 他们两个相互都删了 拉黑了 删掉了 删掉了 相互删掉了 每次不晓晦 有他就没有他 哎呦 这么严重 这叫一山不如二虎 哇哦 你还不能当虎啊 你其实猴子 哈哈哈 我确认谁啊 对我 那就今天 就 很好嘛 今天 让他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表示他们很好 你觉得 觉得 嗯 吃金珍惜冰淇淋 哈哈哈 这个广告 是珍惜冰淇淋吧 哈哈哈 广告 好这个好了 干了这一杯来干了这杯 两个人干杯 干杯 这个又是诸如其来的 火力哪有点心 哈哈哈 不确实是对乐乐说一声抱歉 我的粉丝有点有点有点 没事没事 你给我背景转这样就行 呃我觉得粉丝就是毕竟年纪小 对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搞不太清楚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真的支持一个人 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爱一个人会给对方增加困扰 对因为他压力 我们都做过的事情 我觉得我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人就喜欢每次拍他一下 或者去惹惹他 我觉得这是引起他注意的一种 是 小时候会有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对我们的爱我们都收到了 要不叫冰箱贴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 谢谢冰箱贴 我们的冰箱贴